台东环境纯净,盛产品质优良的农特产品 近年来透过产地餐桌、台东好时光以及台东慢时节等计划 打开知名度 县府国际处与日本百年职人老店共同合作 联手跨域合作办理国际主厨产地之旅 行销台东的农特产品 并举办美食新定义、永续餐饮、地方创生国际级的交流讲座 希望借此让世界各地对食农文化以及地方创生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更加认识台东的永续慢时 台东县产业结构以一级农业生产为主 2015年成立一站式产业辅导办公室 协助近5300家次业者发展需求 透过包装设计、行销推广、提升产值 10号上午举办成果发表会 安排30家辅导业者与创投公司进行交流媒合 台东县长饶庆林也宣布 将有条件释出部分县府工业区近万平的土地 协助台东产业升级 力求在快经济的市场中 走出属于台东的慢经济